掌握华家美一丑行情不做二手韭菜 哈喽大家好我是华家美阿柴 每天下午打卡华家美跟他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 下午的四点半阿柴也是准备到达市场 先过来飞扬到四楼帮一位广西的粉丝挑一台14pro max 256G的黑色 小伙伴们也都知道下个月的12号13号就要发布苹果15了 所以最近的几天像14pro max 阿柴还是不推荐入手的 因为在苹果15发布之前必定还会再次掉价 不着急的小伙伴可以等个两周左右 省个几百块钱它不香吗 这台256G的我们是花了5200块拿下 小伙伴们觉得性价比高吗 紧接着帮一位南京的粉丝挑一台XS Max 64G的黑色 本来这位粉丝是想阿柴帮他拿一台全新的XS Max 但是像这种老款的机器市场上确实没有全新机了 所以阿柴就帮他挑了这台99新的 电池是百分之百的效率 但是绝对不是后改的 纯元的电池 这台99新的XS Max 我们在市场是花了1600拿下 就目前来说做个备用机还是蛮合适的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呢 这款13pro max 256G的绿色 是帮新疆的有位粉丝拿到的 最近这几天像128和256G的 在香港的提货价已经便宜了好几百港币 所以二台的话也不是很推荐入手 不过因为这位粉丝的手机坏了比较着急 所以二台也是帮他挑到了这台 这台无所的电池百分之百效率 我们在市场是花了5800块 小伙伴们觉得性价比如何 要拿的机器都搞定好之后 二台也要回到工作室开始燕机了 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